既然他说了自个儿在婚姻这所学校还没毕业呢 咱就帮他多学点出道题考验一下 假设张先生的母亲和许女士的女儿四口人在一起生活 那重组家庭三世同堂 矛盾在所难免 他们又会咋解决呢 妈你上外六都回来了 回来了 听说给妈找一个会干活的媳妇啊 是 媳妇呢 这就是 这媳妇讲这个 阿姨好 你坐着妈你别累着了快坐着 这个挺自然的一点不坐着 就好像真就是在家那种感觉 你也坐着 你也坐着 今天吃啥呀 阿姨想吃啥 你不做饭吗 我会做饭 大米饭吧 炒点鸡蛋行动 很简单 好了阿姨 妈 给打电话也不接这门也没关 这是谁呀 这次我女儿 孩子又来了 正好去等点饭去呗 好了 妈你这前两天你风湿刚饭 那个叔你去做呀 那男的应该说我来做吧 你们等着 我也这种感觉 我做没问题 是啥 是 妈你先 妈妈你看 等会儿 我儿子娶个媳妇 怎么还我儿子做饭呢 奶奶 奶奶你不知道 我妈那个前段时间 就是腿 就是风湿饭了 腿 风湿饭了 跟手没关系吧 那咋的 做饭用腿呀 我之前 不是 那也太够了 妈你看电视 咱们啥那次厨房做饭去 这行吗 挺孝顺 挺孝顺 不是说这事就没得调解了吧 我都说我妈风湿病 当时就看你去照顾我妈 给我妈又送花 然后又送什么暖宝的 现在这回不行了 奶也是的 你说你这么大年龄了 你脑子怎么还有点糊涂了呢 等我腿好了 阿姨就我做饭 妈你回家吧 我把你跟着家 跟着家里有利位吗你 别别别别走 好不容易找的 我要摘起 现在哪能走的 不能走 叔叔现在奶奶在屋里 哎叔叔 奶奶在屋里呢 我就跟你说个真心话 我妈跟你过日子 我不是不让我妈伺候你 但我妈你这腿 这手 你说这咋整吗 你还让我们一起 上厨房去做饭呢 行了 我也看出来了 其实的 我也不是那意思 我只是看到你妈以后 能对我儿子啥样 我呢 就是希望我儿子 跟你妈以后能 兴兴富富 快快乐过一辈子 走回来 奶呀 谢谢奶呀 你是奶为我们 孤一处的体啊 阿姨 你满头银发脑袋不糊涂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哪是那样人呢 谢谢阿姨 谢谢妈 谢谢阿姨 走到哪里 吃饭 等我帮你打下手 生活中 您母亲是这样人吗 不是 我妈挺同情达理 不能这么难为儿媳妇 不能 我妈说你快点去找去吧 宰养就行了 那您平常能不能不干活 我呀 那活是俩人都不能靠一个人干嘛 是不 有活俩人做的 这关键您同意吗 同意 我家不是讲理的地上 没有那么多能力可以讲的 谁能伸一把手就伸一把手 我从办事能力 我从有点前途 是 拿女斗一样嘛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家庭 这个夫妻就得沟通 是不合适 是啊 对 你不过头就不行了 对对 那咱女嘉宾 我想问您一下 夫妻再一过头 您女儿是个啥样人 是不是像文文这样的 贼心疼妈妈 啥事也不行 我就为我妈站台 那女儿是小妙儿吗 比较关重母亲 我女儿挺孝顺的 孝顺 挺文重 挺孝顺的 那您跟女儿商量过吗 希望能够找个什么样的 身体好的 身体健康的 你看到咱家的身体健康吗 大哥身体丑还挺好的 那男嘉宾你身体健康不 身体也行 吃慢慢行 身体倍儿棒是不 对 吃完饭就睡觉 打呼喽 睡会儿大家都打呼喽 女的也打 我们也打 咱们老说人撒谎 这不撒谎了 啥都说 稍微控制点 这些事呢 可以以后慢慢闹 慢慢渗透 你不用今天告诉 我吃完就睡觉 睡觉就打呼喽 我不喜欢你 这个节目 我关注三个月了 最关注 男的要说话冲 省大 这个男的太强势了 这个男的 越来越抵不起门户 你意思老这么说 是不是 哎呀 全是